在股神中 宏基集团旗下斩机国际 31日以每股25元挂牌上市 开盘不到一小时 就大涨超过150% 股价最高还一度冲造70元 斩机专攻3C专业通路代理 代理由Adobe 苹果 微软 Epson等国内外超过150个品牌 斩机总经理林家章表示 他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通路平台 过往的3C代理商或者通路商 做的只是物流 金流 但现在我们做很多的价值 还有辅销的行为 最难的在什么 最难的是以往只有3C 我只要懂3C就好 现在是一个通路 所以我们的人才要更多 我们的资金也要更多 当然未来我们的机会就会更多 林家章说 近几年公司也朝向 大家电产品代理发展 并在新北桃园都设立了体验店 帮助经销商更好做生意 达到多方互利 各大电商以及全国 灿坤也都是他们的客户 斩机是蛮大的一只机器 已经收已经100多亿了 那这些我们不管是 我们正在还在努力当中 还是已经慢慢成熟 我们会依照我们既有的时间表 来一步一步 今天还会有其他的正式上柜 上市上新柜 我们都有计划 另外对于近期台湾的汉象 斩机器宏击公司董事长 陈军胜认为 台湾有很多的税都在运送过程中流失了 短期可以利用智慧水表抓漏 中长期则是要思考海绵城市的建立 在极端气候下调节水源 让台湾有更多永续发展的可能性 新唐人也爱电视伙传媒黄立峰 台湾台北报导